由于加拿大人平常懒得研究做饭 所以也就应运而生了许多方便食品 之前几个加拿大同学叫我去家里吃饭 那真是连菜刀都不会使啊 好选给自己剁了 知道的你是做饭的 不知道的以为你做手术嘎蓝味呢 差点给自己截肢了 当时我就特别好奇 你们平常都吃啥 今天终于找到了答案 如果这玩意是生的 那必须提前腌好 要不然加拿大人不吃 嗯 主要因为自个儿不会 而且烟的味道一定要适中 多放孜然少放盐 小爷我不能吃太咸 厂家们都知道加拿大小爷们懒 所以都得给各位爹们做手了放着 这绿了吧筋的汤都是开盖即食的 回家打开盖直接往嗓子里哑就行 有的厂家呢更是知道 各位爹们不会耍菜刀容易嘎着自己 像这蘑菇都已经给你切好装盒 西红柿也都给你切成大小均匀的丁 居然超市里边还卖 已经做好的速冻大米饭 这么说吧 家里没有吃的能活 家里没有微波炉 死透了就 因为加拿大包括速冻水果在内 所有的东西都是开袋即食 只要你给加拿大人一个微波炉 他能还你一桌满汉全席 外加饭后水果 速冻车里子 除了微波炉 你给他一泡开水 他还能给你泼出一碗混沌 此外还有连那泡开水都不用的 土豆萝卜炖牛肉 只有皮囊完全没有灵魂的速冻炒鸡蛋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总归一个字加拿大人太懒 讲话了 有需求才会有供给 各位敌人们吃好喝好 是场上最大的目标 好 对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